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我一直在关注国外讨论度很高的WD-BLOCK SN770 M.2 SSD 说它是最好的M.2 PCIe 4.0固态硬碟购买首选 而且它最划算超值选项是在1TB的容量大小 在美国亚马逊购物网站只要美金59.99元 约折合台币在1860元左右 而且1TB的4K随机读写速度约在74万和80万左右 这表现已经是很高级M.2 SSD的水准了 还有更夸张是它的跑分测试 还能赢过三星980 Pro 这样更是引起我对SN770的兴趣 但我记得WD已经把SN5和SN7系列都拿掉上面的缓存记忆体颗粒 读写表现大不如从前 对上面的跑分测试我真的抱持怀疑的态度内 所以我就决定买一支SN770-1TB回来测试看看 哪支在台湾的售价真是高得吓人啊 在各大电商售价要2360元 这也太夸张了吧 前一阵子撑了很久的美光P3 Plus 1TB QL7颗粒M.2 SSD 现在也降到合理价格 只要1700-1800元左右 在全部多方比较厚 还是美国亚马逊购网站更便宜一点 所以我就下单买一支回台湾了 但哪支 现在台湾618购物节活动 WD好像记起很久没有调降SN770-1TB的售价 马上大降价到1888元 真的气死我了 这下可溃大了 唉呀 所以在此拜托大家多多按赞、订阅和分享 让我减少一点损失啊 好 那现在来开箱从美国亚马逊购物网站 买回来的WD SN770-1TB M.2 SSD 这SN770的包装设计 还是维持WD黑标一贯传统作风设计 因为连最高阶 SN850X也是这样设计语言 只差别在上面产品名称不同 所以在购买时要多注意一下 而在盒子正面印有产品照片 左上角是产品系列名称SN770 右下角就是你购买硬碟容量、PCIe Gen4规格 和标示最高读取速度有5150MB每秒 写入有49MB每秒 在背后则是产品规格说明、产商资讯 和5年有限保固 好快来把SN770拿出来看看 哇!这里面就是很简约的包装设计 用一个透明盒固定好M.2 SSD 和附上一张使用说明单 而这张说明单是有多国语言版本 字体也是超级小的 真的对有老花眼的人士阅读上是一大挑战 所以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 在主体SN770是用保护性还不错的 上架盖透明盒子保护好 在拿取使用也很方便 但看到这上面主控和颗粒安排位置设计 仿佛看到老朋友SN550的样子 完全和他一样的设计掉性 在最上方金手指下就是Sandisk主控晶片 下方是Sandisk 1TB单颗储存颗粒 在中间放空了很大空隙 说这样拉开距离 可以减少两者发热量的相互干扰 保持最佳毒血效能 但我必须说个老实话 这一支SN770 可是PCI Gen4 更高毒血速度发热量也不可以小看 建议要自己加装大型M.2 SSD散热器 让它的效能才能全力发挥 又不受高温因素影响 在它背后则没有任何颗粒 再看看它的整体厚度也非常的薄 要放入笔电里面使用应该也没有问题 主要需担心应该是发热散热问题要做好 那大致先介绍到这里 快来上机测试吧 因为现在是台湾夏天气温会比较高 为了SN7701TB免受测试时高温影响 我是加装使用9XM.2 SSD散热器 来帮忙散热 再多炸出更多效能来 使用的测试机台 也是一样用机家D690主机板 搭配13代i913 900k CPU 而主系统Windows 11 则是安装在金士顿KC2500 250GB里面 并加装乔斯伯散热器 再负责传档陪测的是它的老大颗 SN850 500GB 读写速度有7000和5300MB每秒 也加装从美国亚马逊 购物网站买回来的双热管 3公分风扇 N-T2 散热器 尽量把所有N-T2 SSD高温降速问题 减少到最低 这样测出来的成绩也比较有参考驾驶 好 完成 快来开机测试吧 而目前测试室内温度为28度 有点闷热的台湾夏天 首先是Crystal Disk Info 目前是全新未使用 传输模式为PCIe 4.0 正确无误 而在开机待机5分钟后 加装9X M.2 散热器的SN770 1TB 目前温度被压在34度 而其他两支M.2 SSD 比较起来 真的凉快太多了 所以用6公分散热风扇来吹送散热 是真的有效 不是在装好看的 再经过我多次使用Crystal Disk Mark 读写性能测试 它的工作温度最高也才42度 看样子压在9X M.2 散热器下 要破50度高温 可能没有机会了 没关系 等一下在其他连续读写测试 应该会有机会出现 现在先不及 最后在空盘08测到读写速度 读取有5225MB每秒 写入有4979MB每秒 而官方标示速度 没有太大误差虚假灌水夸大问题 在4K Q1 T1 算是中高阶M.2 SSD 水准之上 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 测试 最后总得分有7272分 IoPS约在53万和68万左右 这就真的和官方标示 74万和80万真的有点落差大了一点 依目前测试出来的结果 还是抢过许多有缓存记忆体中阶等级M.2 SSD 接下来是大档案 读取和写入测试部分 一样用IDA64来对SN7701TB 做全盘线性读取测试 它全程大约可以在5400MB每秒 读取速度到结束 虽然在前中期有点小波动 上下降速但影响并不会太大 接着是全盘线性写入测试 在测试初期写入速度约在4500MB每秒左右 大约过了40%后 会出现第一次掉速到4100MB每秒 想说可能是受到高温影响 而大幅度降速下来 但看了一下温度 最高也才40度而已 看样子应该是它的写入策略设定模式影响到它吧 接下来到70%时 就很明显出现SLC快取耗尽问题 马上掉速到5700MB-1700MB每秒之间 在那上上下下大幅度跳动写入到结束 看到这全盘写入结果 原来SN770的SLC模拟快取 已经接近全盘模拟使用 难怪它会比其他无缓存记忆体M.2 SSD 强许多 高达70%的SLC快取 真的让你在前中期感觉不出SN770有掉速问题 而就算超过SLC快取 它最慢还有570MB每秒的写入速度可以用 对一般大众来说也是很足够 不会出现卡顿慢到不行的问题 再来用实际档案来写入测试看看 是不是和我猜想说的一样 这里一样使用上市的52GB大小测试档 从SN850把52GB测试档拷贝复制到SN770 1TB里面 在写入初期大约可以在2-3.4GB速度写入 但在写到67%会急降速到1GB每秒后 再马上回溯到3GB每秒到写完 感觉是启动垃圾清理回收功能 稍微拖累影响一下它的写入速度吧 因为接下来几次测试写入方式都是一样模式 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在写到第七次80%进度 总计有354GB时应该是SLC快取耗尽 马上一路狂调速到170-700MB每秒的大幅度 上上下下跳动到写完为止 接下来第八次写入测试 差不多是把SN770 1TB打回原型了 初期写入速度约在2.5GB每秒左右 但超过5%后就马上降速到150-800MB每秒之间的写入速度 在上下下一直到写入结束 这样看起来SN770 1TB的SLC模拟快取空间约在350-400GB之间 之后的速度就会变成它入门版SN5系列的写入速度 这样测下来感觉SN770 1TB M2 SSD的读写策略是比较中规中矩 该要快时一定补足你的要求 降速后也尽量给你保持在2.5寸SSD固态硬碟的写入速度要求 难怪国外使用者对它的评价和讨论度会那么高 最后再写入到96%满盘 再来用Crystal Disk Mark来测读读写性能 也还不错没有比官方标示差太多 读取有5202MB每秒 写入有4491MB每秒 对于没有缓存记忆体Enter 2 SSD表现算不差啦 最后在ATTO Disk Benchmark测试 在16kb区块的读写速度已经可以高达1.5Gbps 在超过256kbps以后 就是整个读写能力大爆发 都可以维持在4.6-4.8Gbps每秒速度 测试到最后也没有出现掉速问题 那以上是WD Block SN770-ETB PCIe 4.0 M.2 SSD固态硬碟测试 目前测试结果 SN770-ETB可以算是 无缓存记忆体Enter 2 SSD固态硬碟的前段般 表现很好的Enter 2 SSD 比起其他同价位只能给你QL7颗粒PCIe 4.0 M.2 SSD 真的好太多了 可是我也必须说个很现实的问题 在科技多样化可以自由选择Enter 2 SSD的台湾 真的很不吃香啊 目前在台湾电商购物网站 许多大厂制作的Enter 2 SSD配有缓存记忆体 都在大量低价促销 最近我还看到GN7200TB特杀价格只要2980元 它的ETB目前也只要1999元 也只差个几百块而已 当然直接补足差价 一次供顶省事解决 可是在选择Enter 2 SSD固态硬碟 还是要看你的个人需求 硬要把高阶Enter 2 SSD塞入无珠电脑里面使用 是真的有点浪费可惜啊 你说不是吗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换身是你 你会想买无缓存记忆体的WDSN770ETB NR2来用吗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家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